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把它保存起来 别让它留掉 它怎么能够不哭呢 你看看 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多惨 该咒骂的书 可把我们老爷给害苦了 你不能把所有的书都骂在里边 你应该骂那些武侠小说 那些武侠小说可真是害人惊 我们的老爷看了一部还没什么 看了三部就转念头了 等看了其部 他就决定要做一个游侠骑士到外面去游历 今天吃完饭的时候 他刚吃完了炒鸡蛋 他就立刻把自己原来的姓名 阿龙索几号呢 改成了当即和的特拉曼去 一个人灌在书房里 我深更半夜地请你们来 就是想请你们两位来看一看 他到底在干什么 上了呀 我们俩有点害怕 圣母马里亚 你了恕我们 这骑士铠甲 它从哪用来的 在阁楼上找到 都是祖先传下来的 胸甲是曾祖父的 这是高高祖父的 叔叔拿这些古董给我看的时候 我还很小呢 这就得看血液的成分了 有种人一面看书 一面拼命地想 这种人血液很浓 有种人是酷 那他的血液就淡得像水 不过你们老爷的血跟火一样 他把书里边的那些骗人的假话 看成像圣经那样的可信 他这样的着迷 会弄到什么地步 想起来真可怕 永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嗯哼,我听到梨子的声音了,他们马上要放吊桥了,都心里呀,走到阳台上去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条母牛生了两条小牛,它们的身体都很结实,就是瘦了一点,跟老爷命一样。 这次原谅老爷,我太没有礼貌了,我真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爹你弄得晕头转向的,你听,他在叫我听见吗? 我来了,再见老爷。 再见吧,你真是一个最美的美人。 那般无知之徒总认为你是个乡下女人,可是你要比所有的公主都要美。 书本替我找到了真理,你不是阿尔敦萨,是独心里呀。 准是那个妖魔,对你施了魔法,我启示,解除你身上的魔法,绝不挂起我的宝剑。 我唯一的,唯一的一种人,独心里呀,的脱脱色。 全拉曼球,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你更顽固的人了。 现在我要你回答,去还是不去? 老爷,我很愿意回答你,我去。 我简直愿意的,不能再愿意了。 去。 你说几句歧视的话,给我听听吧。 我大概可以遵命。 那你听着,明天天亮你跟我,离开村子出去行侠冒险,等立了功勋,我们的名字也会上书的。 等到金法的太阳神,把美丽的金黄色的头发,去碰到亮光闪闪的地面的时候, 树林里面,白鸟都齐声歌唱,来欢迎那红面的曙光女神。 哎呀,太美了,美得我死也请愿。 天空和树林里,一切都开始了活动。 这是著名的骑士,Dankjot的拉曼球,飘上了他那匹骏马,Lush Nant。 同时他还随身带着一个忠实的,勇敢的,名字叫三丘班下的侍从,对之一,一点也不错,走遍整个拉曼球。 铲除强暴和奸恶,辅助贫困危难的人。 看来非去不可了。 我这儿有个头盔,老爷你试试,你戴上。 我成了炉子里的鸟了,就是缺少一点鸟神。 你坐在这儿。 好了。 不行,老爷,我常常跟您出去打猎,我知道您的手劲很厉害。 叫你把它戴上? 好,我戴,可是现在不行,咱们得先用个空头盔来试验一下看。 凡事得小心在先,那总归不会错的。 怪人,我在一本《论骑士阿玛奇斯公记》的书里,发现了一种独知的化合物,能使得盔甲百次不穿,把它画了,涂在头盔上面。 怎么,你不相信那书里的画? 我怎么不信呢,老爷。 不,不过我还是先把它放在这个木头上。 老爷,现在你试吧。 请您不要见怪,我只好不去了。 我得想一想,老爷请您不要见怪。 我的老婆不会放我走的,我老婆一开口就不得了啊。 再说,我又不知道,不知道您到底能给我多少工钱。 我们是该谈一谈,等我征服了第一个海岛,我就派你做岛上的总督。 大概不出一个月,你就可以去统治一个海岛,颁布各种法令。 这个我想了好久了。 出入坐马车。 我也正想要吃点喝点。 好,去试试吧。 几时得来。 明天,天一亮。 你听,他们在敲钟,祝贺我们未来的功勋。 不是祝贺我们的功勋。 教堂里边那个打钟的人呢,跟个女佣人有来往。 她在打案号约她优惠。 听见吗? 一、二是两天之后。 一、二、三是三点钟。 别瞧嘞,打钟嘞。 你们最讨厌打钟的人。 别啰哩啰嗦了。 我们多耽搁一会儿,就会使人类多遭受一些损害。 这条该死的勾。 不,三乔,绝不能怪这条勾。 老爷,你当我还不知道啊,咱们全村,谁不在咒骂这条该死的勾。 有个邻居对我说,三乔,你应该填平这条勾。 那我就说,干嘛我去,应该你去。 他说,干嘛要我去呢? 我又说,干嘛要我去呢? 他又说,干嘛要我去呢? 我又说,干嘛要我去呢? 别跟我烦了,当初。 你别急啊,老爷,我才刚说了个开头呢。 我很有道理的回答那个邻居说,为什么叫我田? 他挺横的跟我说,为什么叫我田? 你要知道,这勾是一个妖魔,用爪子挖出来的,它叫弗里斯洞。 今后我们还要碰见他好多次,不过,我绝不畏缩。 前进,前进,绝不后退。 老爷,你饶了我爸。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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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了我爸。 听见吗,三乔。 听见了,老爷,咱们还是饶不关一走吧,要不又得麻烦半天。 跟我来你这没心养的,有人在哭。 我atiques指可,你依然平淡我 empres。 左…… 老爷,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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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弄了我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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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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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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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说呀祸悟,啊! 양在哪? 可恥的提示,请你赶快上马,来吃我一下! 彼得罗 你从右边攻 安德烈从后面打 都拿出来 斧子也拿出来 都拿出来 其实老爷 你晓得我没做什么坏事 晓得在管家里的事 在教训一个佣人 你快把孩子放开 哪有孩子 其实老爷 这不是孩子 是放羊的 我知道了老爷 我马上放的老爷 去吧安德烈斯 快去吧 我亲爱的你自由了 安德烈斯先生 那么工钱呢 什么工钱老爷 你们这种人我知道 放羊的 你有几个月 没拿到工钱了 九个月老爷 胡说 你马上付给他 快点 其实老爷 我的钱在家里 我一回到家 就马上把工钱付给他 走吧 我的小天使 你发誓一定付清他 我发誓正重点 我对神发誓 一定付清安德烈斯的工钱 我要是不把钱付清 一定下地狱 永远不得进天堂 我还对老天爷发誓 一定让他满意 那好了 秦司老爷 秦司老爷 你把我搭救了出来 那你就别走吧 要不东家一定回来 抱我的皮 抽我的筋 我真怕待在他那 你别走吧 你别怕 你别怕孩子 你的东家已经对天起过誓 说他今后绝不欺负你 他不可能为了这么几个钱 就毁灭良心 我长得这么大 还没有人替我出头讲过话呢 我只要不再来 你把我搭救了 我都没人替我 你把我搭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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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准是一个群龙聚居的地方 龙闻到了骑士 一定会爬出来的 我非杀死他不可 这有龙 这可真是造性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可这还要出什么龙 也许碰不到吧 要碰到 听见吗 这辆魔鬼的大战车 你看见吗 老爷 这是一辆马车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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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女士 在下是唐吉霍特特拉曼球 请您不要害怕 您是弗罗吗 是的 英勇的骑士 冲啊 闭了 闭了 救命 是 去您饶 对我来说 您的愿望就是法律 美丽的女士 我就饶你不死吧 不过有个条件 你必须去参见 美丽的 举世无双的杜新业 要跪在她面前 把我在这 所立的功心 禀告我的这位心上人 路很远了 我的侍从 会告诉她怎么走的 美丽的女士 您这是公然的 要夺取我一个 最亲信的仆人 女士 这是您的仆人 可刚才您说 您是个俘虏 对 我是做了 寂寞的俘虏 不过你已经解救了我 而且我也想到 该怎么报答 我愿做你的 心上人 你就不必再派 仆人去禀告了 因为我刚才 亲眼看见你立功的 嗯 你就同意吧 难道我还不值得你爱 请你仔细地看我一看 嗯 看呢 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请您不要挑逗我这可怜的骑士吧 请原谅 我不能 这是信条 我的心上人 是 都心尼亚的 别告诉他 不 不信 我们不要 我发誓 不行 没有人会知道 不行 不行 真的 你的目光正在 透露我的心里 请你别老盯着看我 请你别折磨一个人 你上来坐呀 我们好好地谈谈 我刚刚送我丈夫到墨西哥去 现在很愿意跟某一个人谈谈 爱情问题 啊 爱情问题 嗯 怎么样 上来吧 好的 我来 怎么样 嗯 啊 不行 绝对不行 嘿嘿嘿嘿 去打听一下 他住在哪 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小丑 公爵一定要大大的赏赐我 可怜的叔叔 他出去已经有好酒了 每天都要听到他的新闻 全西班牙都要知道他了 听说 他袭击了一个理法师 还抢了人家一个水盆 为什么呢 我倒很愿意 把我的那个旧桶水盆给他 而且只要他三个粒 可怜的叔叔认为那不是个水盆 是古代勇士的头盔 那么他 为什么要去攻打那些 抬着圣母像的教徒 把那些教徒都给打跑了 人家是在忏悔自己过去的罪孽 要知道我的叔叔 他觉得这个圣母像是他们偷来的 那 就算朝圣的教徒们不好 对不起 神父先生 可是羊群呢 他吧 羊群当成军队 冲上去就攻打 这总是 他错了吧 疯癫的 被羊当大兵 我们得想办法管住他 又来了 进来吧 上帝保佑原来是二顿上 怎么样大姑娘 给我们送牛奶来了 不是的大师 我送来的是你家老爷的一个惊人的消息 受伤了病了 准时死了 哪会大婶 这些新闻可要比什么都惊人 你们老爷 爱上人了 我把我听到的话 一句句的告诉你们 老爷他爱上了一个高贵的女士 她的名字叫 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 他想念着他 整夜整夜的想 还给他编了歌 他一弹起他 就高兴的 跟弹孩子弹小鸟一样 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什么 大概没有人会这样的爱我 别多了 他只会紧紧的拥抱 幸福的都心 呀 他都不做 他都不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 您可别怪我姓吉 那海岛在哪儿啊 我到哪儿去当总督 咱们总是打呀杀呀 可老是见不到好处 这是我的错 弗里斯顿对人心的摧残 比我当初所想的 确实还要可怕得多 这是些什么人啊 这是被国王陛下判刑的一些流放犯 现在押他们去做服役 什么罪啊 你自己去问他们 这些家伙 最高兴的就是用他们那双肮脏的手去干丑事 你弄成这样 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可怜的 是爱情把我给坑了 我爱上了一篮子衣服把他搂在怀里 可是他的主人拉起嗓门之寒 这样就把我们给拆散了 真可恶 那么你怎么会来做苦役的 也是为了爱情 不 为了我心肠软 心肠软 对 我心肠软 我经不住拷打就招任了一个试字 谁知道就这么一个字 会给我带来了六年的苦意 那么你又为了什么呢 为了 为了我身边缺少十块金币 我要是有的话 那就可以开动律师的脑筋 软化法官的心肠啊 这个我们别谈了吧 先生 你解闷了 我们也解闷了 这够了 各位军官先生 我已经问过他们了 他们都不应当去做苦役 要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强硬的后盾的话 那法官准得乖乖的把他们全部释放 他说的对极了 难道他也是个流放犯 请问您阁下能为我们找到一个保护人吗 对 先生 能找到 我一定要让你们自由 我是个游侠骑士 什么 我起过誓 我要祭贫旧困 福度弱小 铲除强暴 军官先生 我命令你释放这些不幸的人 我看你还是把你头上的水盆带在正宝 别到老虎嘴边上来拔毛 先生 你是个畜生 我去吧 我去见到老虎了 我去红兴了 我去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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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等一等 你们听着 你说话了 朋友们 你们立刻到我给你们指定的地方去 要把我们关起来 我派你们去见我的心上人 请你们告诉他这个功劳 是我为了他建立的 你别做弄人啊 朋友们 我释放了你们 你们真的这样忘恩不义 不肯听我的话吗 老爷 你知道什么叫绞刑架吗 报恩应该胜过怕死 报恩报恩 要是你只放了我一个人的话 我一定报你的恩 可你全放了 你打算溜你就不是好汉 教堂里大概都在敲警钟了 你这个水盆架呢 到底是个头还是个南瓜 我一定要使你们懂得报恩 得了吧老爷 咱们不懂这一套 我是为你们好 他去奸计 他去奸计 别胡说 他哪会是奸计 他打救了你们 那是刚才的事 现在他变心了 他打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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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请你注意一件事 不管在谁的面前都不能承认我们挨过打了 因为有些人看见挨过打的人 他就想去占他便宜 有残废的 就有欺负他的人 长言道强倒众人吹 倒霉的人 天作倒霉的事 等我当上总督的时候 我听你说话 声音好像很远 耳朵里只有嗡嗡的声音 我说等我当上总督的时候 你怎么了 我在看你的脸 您是又可怜又仁慈 我看见您这副愁眉苦脸的慈悲馅 我心里就在嘀咕 我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现在我心里有了个念头 这完全是个奇事的念头 真是奇怪 念头 你说什么念头 是这样的 就是应该在你的大名前面 当即获得的前面 再加上个名字 外号 愁容其事的外号 好极了 三求 那就加上吧 我看这准事 有个大圣人 就是能够 把我们的功勋 写成历史的圣人 他把这个念头 灌入你的脑子里 因为现在 我的脑子 很乱 这是个城堡 不对 我的老爷 这是个客店 我可以担保 这是个中了魔法的城堡 要不是个客店 我的驴就不要了 永远不要了 城堡 客店 城堡 老爷 咱们被那些个家伙揍了一顿 你怎么就好像 没事似的 要是这两个客人 也不愿意照顾咱们的话 那咱们完了 难道咱们真丑得 跟老太婆一样 没人要了 看来咱们今天晚上的饭钱 跟店钱 还得自个儿掏药包呢 你看 高贵的城堡主人 派了两位淑女 来迎接我们了 老爷 他们是 纯洁高贵的小姐 如果你们为了 要保持自己的真操 需要骑士效劳的话 我富腾蹈火 万死不辞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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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一个滑稽的 真是滑稽的 要笑死人了 你们不要来讲 我这样的疯子咱们村子里 真是让 哎呀 他把我们叫做 蠢鞋的高贵的小姐 哈哈哈哈 你不还得用五盖子 哈哈哈哈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你们别打断你这有趣的事 我们这一切都好 骑士先生 只有一件事不好 我的房间全住满人了 我只好请您住到 小哥楼里去 哈哈哈哈 左伯先生 我扶你去 哈哈哈哈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没看见他站一块 站不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谁把他打成这样 没没没挨打 我们老爷只是 在山上摔了一跤 没别的 你们可别想打他 他可是从来不饶人的 没有 你为什么不应该听 我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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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的玛丽托勒斯 老是看中那些汉子 还都是白白的装上去的 对应该教训教训他 他现在那个相好的 是个赶罗子的 也是住在那个小哥楼里 咱们就 好姑娘 求求你把这个药也给我擦上点 你也跌了一跤吗 不 是老爷摔跤的时候 把我给吓的 吓得我浑身都发痛 是有这种事 我常常做梦 梦见我从高堂上掉下来 吓得我整天的浑身都疼 你在干嘛 小傻瓜 小傻瓜吃醋了 我真爱你这傻样 太爱了 去吧 去吧 我们这样轻轻的说 是为怕吵醒的这位病人 去吧 去吧 我今天晚上一定来 去吧 当然吃点素没什么 可也不能让你们这些男人太任性 这个当然了 我是个很讲道德的人 看你这说话的声音 就像春天一样 把我也迷住了 那我一样的女人太任性 这这些女人太任性 我来说 她是着帮助的 人的女人太任性 是为了 下来自我 你该是为了 我来自我 找到 我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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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等了老队 据说你买了一批螺子 脾气很不好 简直没人要用它 这话对吗 对极了法官先生 这家伙太不清话了 惹得我活都上来了 去谈谈 想个什么办法来解决 你已经睡了 小可怜 你倒比我先来 我当你还在外边干活呢 在折腾你那些 不肯听话的螺子 你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对我这样 亲手亲讲的 小姐 高贵的伯爵小姐 你怎么了 你干嘛 这样客气 是忠诚要我这样客气 其实的忠诚 我已经另有情人 允许我像父亲一样的拥抱你 对不起 我能够床了 小姐 你不要走 小姐 战斗以后 能握到你的手 真是无上的 愉快和幸福 虽然忠诚命令我要保持住操守 可是我请求你 不要走吧 忘恩负义和仇恨的反面应该是 安慰和同情 我请求你留下吧 我老是一个人去对付很多人 你不要走吧 你不要走吧 我就不走 你不要走吧 就不走 你这个老子 救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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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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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你们别胖子 你们别胖子 你们走开 她正想做贿主小姐了 你们走开 多么野蛮 瞧你们多么野蛮 你看她跟孩子一样 她是好人 是个好人 三秋 三秋 这下你看见了吧 什么是高贵的血统 伯爵女儿 城堡的女主人 跟骑士一样 为了我战斗 这不是伯爵女儿 是个洗衣服的 你看你 圣母玛利亚 看我什么 你被妖魔弗里顺迷住了 快醒醒 我们是在招了魔的城堡里 听见吗 气气 咋咋 多么恶毒的笑声 当心弗里顺 前进前进 绝不后退 我相信 先生们 我不相信那凶恶的魔法师 我看得出来 你们全都是好人 我看得出 看得出 你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 所以我非常 非常的爱你们 这是骑士们最艰巨的功勋 就是要透过了被魔法蒙上的假面 看见人的真面目 这是弗里顺迷给你们蒙上的 我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我要站得高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老爷 真是一个怪人 他在外边乱跑 被人家打 被人家欺负 倒很健康 跟百灵鸟一样 可他一回到家里 就生病 这是好预兆 他要变好了 轻点 他已经醒了 我们轻一点 别妨碍 别妨碍学士的工作 先生 你看看 还认识我吗 你是 你是 西蒙克拉斯科 你是我们这个村子里 奥特罗密尔的儿子 大学生 你病倒的时候 我正好得了个医学士协位回来 恭喜你了 你也应该恭喜你自己先生 我写了一套医学上最新的发明 这针好像是 刚出锅的大蒜烧羊腿 这么说 是你在给我指定了 对 是你侄女儿请我来的 西蒙克拉斯先生 真是牵脚的 你也很严重 他把你带着你 在星期中 тогда как наука с точностью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это нужно делать только по четвергам вот вот вы здоровы густота крови исчезла если на понятие здравы но но теперь вы никуда не уйдете 要出去 一好就出去 先生 拖延 耽搁 这就会使整个人类 多遭受一些磨难 先生 你 你应该听听一个 已经得了学位的人的话 这还不是 跟去年和前年一样吗 跟一百年前一样啊 受苦的人 再大喊救命 想服的人都捂着耳朵 只有我们 这些游侠骑士 你说有多少呢 技术不是我的事 我绝不让你出去 我的事 是战斗 战斗 最新的医学技术要求我们 一定要严格的对待病人 我一定要是善良的 先生 我救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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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了 先生 先生 三秋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真要发疯了 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明白你老爷 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 可是我一到了春天 也在家里待不住 天天都在过一个样子的日子 一个样子 让穷苦打我的嘴巴子 还老是打一个地方 不在外边我们也常常爱打 因为这是免不了的 我不知道 这究竟是魔法呢 还是良心 每晚都有受苦的人大声的向我呼救 大概是他们有大难 明天天一亮 你假装无意地路过我的门口 用命来 我没有处理 我没有在阻振都离了 我没有在阻振的 我没有在阻振的 出苦力 词 wikir 晓明 我们一起放紅 会 偶然 会 我好 哼 哼 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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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年头你还想哪儿去 早上天又这么冷 我马上去给你弄杯鲜牛奶 进去吧 进去吧 完了 我们哪儿也得想去了 现在我们怕的不是那些巨人妖怪 早是那些普通的人 你还等什么呢 奇迹 现在是1605年 不会有奇迹了 我们到这儿来找个人 来找个著名的骑士 快来呀 快来呀 老董 他就住在这儿 你来的真是时候 是不是叫他去打抱不平 是不是叫他跟妖魔 跟巨人去打架 您心情好吧 我们等不了了 我们巴不得马上 朝人类的敌人冲上去 你还是掀给我的马 弄从水来吧 您就是党旗和德拉曼奇先生 我就是 这个 对 郡盖茨 有一位爱慕您的美丽的夫人 请求您允许她进入您的城堡 不知遵义如何 请她进来 吹号 傻瓜 这个就是杜吉尼亚的德巴斯 你是到这儿来嘲笑我的吗 目前我没有笑的心思 到你们村子这条路可真讨厌 不过这不要紧 爱情正是一个女人走上坏的道路 先生 我把您的忠诚和勇敢 说给我们的公爵听了 公爵希望亲眼见一见您 这位出色的骑士 所以派我来找您 现在她在宫里等您 律师 看她老天分上 我们刚在前天给她放过一次血 公爵的希望就是法力 咱们就好了 先生 我们在等您的回答 我去 你不要哭啊 姑娘 我有个办法一定能把她给弄回来 我们在大学里尝到这种恶作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赶车的 这是谁的车 运的什么货 这是我的车 夫人 我运的是一头狮子 这个狮子是我们总督派我去送给国王陛下的 把面席拿掉 遵命 夫人 好个大野兽 好吧 先生 让我们见识见识您的勇气 跟狮子斗一下 您这是干嘛 夫人 你不应该鼓动骑士 他跟狮子打架 你别怕乡下老 我很懂男人的心理 他们对待女人十分凶猛 可碰到狮子就清醒了 怎么样 我亲爱的朋友 在西班牙感到孤独吗 我也是 我们是能谅解的 可是厄运逼着我们要做舒服的搏斗 怎么样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已经完全复原了 前一阵我生病的时候 我想了很多 就好像小学生做西题 常常会有好多错 他写了 擦掉 他再写 一直写到得出正确的答案为止 我的工薪 也是这样建立的 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 绝不苟案偷生 等我铲除了暴力 世界就不同了 好吧 你出来 搏斗吧 就让这个娇弱的女人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勇敢的 是有高贵的人格的 来呀 老爷 老爷 别跟他谈了 狮子是明白的 这种女人 您翻了天 他也不会懂 他不稀罕这个 哎 勇士们 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 从现在起 我们这位愁容骑士 又该多了一个外号了 狮子骑士 今天公事办的很多了 现在该是 我们娱乐的时候了 有什么消遣 我们要戏弄那个 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存在的 老傻子 当局获得的 拉曼 你现在可以出场了吗 完全可以出场了 是不是需要先对他鼓动一下 他随时都在准备着 去履行他那种过时的道德 像琴弦一样 你只要一碰就会响 很多勇士 一走进王位 都吓得昏头昏脑 他一点不怕吗 当局获得尊贵是当局获得 可笑也就可笑在这 公爵大人 好 看看吧 让大家都进来吧 给我个金币 不然叫你这倒计货的下不去 你怕这新来的小丑 我不怕新来的小丑 因为世界上没心的笑了 谈吃喝的有了 讽刺更滑稽的有了 谈了女人家丑事奇闻的也有了 都有了 当局获得尊贵是当局获得尊贵的 和他的侍从三车潘萨道 好漂亮 样子倒也很清秀 像个大姑娘 对您的光临我感到十分荣幸 各位请招待一下客人 您好像有心事先生 是有心事 夫人 需要我的帮助吗 当然需要 夫人 请把我的驴子牵到马棚里 三车 老爷 我把我的驴子留在院子里了 侍臣们都在那儿窜来窜去 我这驴被人偷过你 不用担心好上车 您的驴子我会替您照料的 谢谢您公爵夫人 可得上去就抓住他的龙头 您千万记住 别从后边上去 他会欺人的 他说我要宰了你 好不 请您别让我们失去这位诚实的客人 请坐骑士 您经常在跟妖魔怪物搏斗 您一定很疲劳了吧 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 公爵 最使我感到疲劳的 就是在这西班牙村政荒芜 乞丐遍地的时候 要我坐着不动 只有战斗 才是我的休息 受苦受难的人 你救了很多了吧 还没有 可是上帝知道 我是尽我的力量在做的 亲爱的骑士 请你别想这些吧 现在你是在宫里 四周围都是朋友 您还是先谈谈这个吧 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美丽的阿尔西西多拉的 爱慕之情 我的这颗心 永远交给都心里的多佛色 我派人到托托托去过 可是没找到赌信你 真有这个人吗 他是很神秘的 除了我没有人能知道 他是如何的美 又是如何的可怜 公爵大人 这个唐吉厚的 看来完全不像是一个 真正的疯憾 您现在是在鼓励一个 狂人散布罪恶的谣言 谁让你想到 你是个游侠骑士 你连个小丑都养不起 你居然还想在 你那穷喇男子耀武扬威 我问你 谁允许你到处晃来晃去 妖言祸重 扰乱人们的事情 你应该马上就回家去 不应该过问你所不懂的事 除了你的礼拜堂之外 你知道什么 你快到天国去看看吧 谋朝篡位的把尸首当做了结实 步步高升 贪财的为了钱不惜人命 诽谤者跟毒蛇一样 可以污蔑亲人 我只盼望一件事 人人行善 谁也不再受祸害 现在你偏偏要 咒骂我 毫不支持 感谢你其实 你的诚意使我感到愉快 算求 据说你希望做个总督对吗 公爵大人 谁告诉您的 您猜的对极了 您的眼力可真厉害 我的确是很想能够得到一个总督的职位 你选一个海岛给三球 卑职一定尊敬大人 我陪你们去看看你们的寝室 您请提示先生 还有您 我的总督先生 我陪你们去看 睡去除你以前鸭枝 太每天黑滣 不再乖 是 只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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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些老乡们见了总督哭 那可就糟了 大家笑那就是说你们喜欢我 总督骑在驴子身上大家都很高兴 可要让驴子做总督 那你们就不会这么高兴了 我来说一说我为什么骑驴子 驴子比较矮 我要是骑马那很可能听不见你们海渊的声音 可是骑驴子反正跟走路差不多 这是我 这是弟 这是你们 我的百姓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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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到我的耳的边来,轻轻地说吧 这太好了,老爷 真的 春套 夏刘佩 春套 看出的 老爷 你欺负过这个女人吗 没有,没有 出事走了 没有,没有啊,老爷,我没有啊 这是她的一面之词 来 从她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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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刘佩 老爷 那她的一面之词 那她的一面之词 从她的一面之词 她的一面之词 别吵,别吵,别吵 我都懂了 让我想一想 她的一面之词 她的一面之词 看出的 你把钱包还给这女人 看出的 快追上去 把你的钱包夺回来 我 好 大老爷,大老爷,这个抢走,他还是想抢走,您判定的,属于我的,那个钱包,他抢到了没有,这个他就想,他可以要我的秘词就想抢走这个钱包, 不管他是用钳子,锤子,或者是狮子的爪子,你把钱包给我看看,亲爱的女士, 不,这儿,我的总督老爷,拿去吧,你上当了,要是你能把你保护钱包的一半气力,用在保护你的荣誉上,就是巨人也打不过你, 见上帝去吧,甘子说,快点见鬼去吧,别待在这儿,滚出我这个岛,滚,快点,快滚吧,快滚,快滚,快滚,不要脸的东西,不要脸的东西,快滚,快滚, 你们向我欢呼,可见得你们大家, 都知道我判的公正,你们分辨得出,哪是对,哪是不对,既然你们能懂,也能分辨, 那你们为什么不照对的和公正的道理生活, 哎,要让你们变成合伙人的样子,确实是很难,这难就难在, 我要叫人颠打你们,那就得找好多打手, 我要找人安慰你们,同情你们,可是没人可找, 走走,谢谢,谢谢老乡们, 好吧,今天已经差不多了,我虽然是个总督,可我也要睡觉, 你们也都该回家了,再见吧, 是这儿吗?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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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爺,老爺,这几年来,我总是给你分担痛苦,已经成了习惯了。 我的老爺,当即喝得得慢去。 您在哪儿? 哎,三球,三球,我没你可难呢,你看我丢了一根针,就没法找到它。 你看,我袜子破了,美丽的阿尔吉多拉,它坚决地要求我,在天亮的时候去找它。 不过我见了它,我还是要说,我到此为止,我要永远忠实于杜辛尼。 不过我不能穿着破袜子说这样美妙的言辞。 哎,可怜啊,可怜。 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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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球。 羞耻可以避免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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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你原谅我 我真没有想到你能以这样崇高而伟大的爱情来对待我 我遗憾 死亡不会回答 如果我要叫死亡跟我决斗 我要能跟他决斗 我一定强迫他收回这残酷的命令 我一定要以我的生命去换回你的青春 让爱情来安慰你吧 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 无休的 我的心悲痛的将要碎裂 像在埋葬一个婴儿 可上帝知道我不能够另有所患 我只能有一个心上人 这是一个其实的信条 我只能叫你 您这位老甘鱼先生 你难道真的以为我是为你而死的老木头先生 已经完全身败名裂的先生 你真是想得太大胆了 像我这样一个女人 怎么能够爱上 您 骆驼先生 请别生气先生 当机获得 这是个玩笑 喜剧 跟一切的喜剧一样 不过您 是个真正的喜剧大师 您以莫大的说服力 给我们证明了 那种慈悲微怀的行为 是滑稽的 忠实 是可笑的 而爱情 是一种狂热的幻想的结晶 这是什么 钱 收下吧 其实 你完全应该领受这份奖赏 请允许我离开这个城堡 大人 疯子先生 我应该领受这份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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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一定要找着你 来跟你决一死战 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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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三球 当机获子不顾公舰要求已离开城堡 命令你等应激愉快的 结束这海岛上的去世 愉快的 愉快的 出了什么事了 大逼敌人猛烈攻进本岛 我的兵在哪 正在打呢 老爷 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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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 我的兵在哪 我的兵在哪 好吧 好吧 走 你个庄家汉 不会没地方去的 你就没地方去 知识官 要是宫里把你给开除了 你会干什么 当奴才 一声冲 走开 我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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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驴啊,驴啊。 我的日子本来很幸福。 那个时候我只要顾到你,修好你的龙头,喂饱你的肚子。 可是为什么我那可怜的老爷叫我要顾到别人? 结果呢,永远是这样。 幸福的人可以伸手打你,不幸的人到了还是得不到幸福。 老爷,我的老爷子,我的最亲的亲人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我把那个可恶的总督之位给扔掉了。 三丘,老爷,我的老爷。 别哭了,三丘,别哭了。 我们不应该哭,应该笑。 我和你已经得到自由了。 自由,自由。 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为了自由,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因为当奴隶是个最坏的事,上马三丘,上马,弗莱斯森在徘徊,去消灭他,拯救全世界。 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你在这儿啊,谁啊,老爷。 弗莱斯森在山岗上挥动着手臂呢。 你看见吗,上车,这是风车。 空啊! 现在我告诉你,我只相信人,假面具骗不了我,虽然你用它掩盖了人们善良的真面目。 我只相信,只相信骑士高尚的人格,我可绝不相信你这恶棍,不管你怎么样做弄我,我知道,知道,慈善、仁爱、忠实。 并将杀胜。 哈哈,你掉了,你狂暴地掉了,可是我要嘲笑你,人们万岁,让狂暴的妖魔死亡吧。 老爷,你没有摔死吧,老爷,老爷,你跟我直说吧,你别怕,别怕使我伤心。 啊,真是个奇迹啊,俗话说的对啊,该不死的,摔也摔不死。 老爷,你现在总该看清了吧,这是个风车。 这个是风车,可我斗的是弗里斯顿,他还没有死。 永远是窝窝窝,你一直就到处寻找妖魔跟骑士,可是我们碰到的都是些个笨蛋跟流氓,根本就没有妖魔。 老爷,除了我跟你,整个西班牙就找不出一个毫无用处的游侠骑士。 圣母玛利亚,这是谁啊? 哦,我敬爱的骑士,我正在等待着你用决斗来确定究竟谁的心让人最美丽。 先生,先生,你不能跟病人打架,我们刚刚跟风车打完架,我们的屁股还没坐稳呢。 你住口,对骑士来说最好的要就是决斗,请报名吧,白色满月骑士,是土耳其来的。 本蛋,土耳其的国会不是满月,是半月,地点由您选骑士,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福吧,骑士! 不信念啊,那土耳其的女人。 她是世界上最最美丽的女人。 我绝对不能违背真理。 虽然我现在没有力量保护她,你测吧,骑士。 好,就让独心尼亚的美色永远不衰吧。 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要伟大的唐吉亨特,在我指定的日期之内, 回到她自己的村里,我胜利了。 按照骑士的信条,你不能够拒绝听从我的话。 我服从你。 克拉斯科先生。 西蒙克拉斯科愿意为您效劳。 按照骑士的信条,我是战胜者。 我要求你,快点回去,回去,回去,先生。 全差,按照骑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哲学家,教导我们,应该活,这没什么可惊奇的 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先生,您看什么 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在任何生活环境里都要 保持安强冷静 要是你能经常地保持住安强冷静 你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老爷,您请吃吧 请你们给我吃一点吧 你们锅子里的东西烧得可真香啊 我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安德烈 安德烈 对,是我,老爷 安德烈 你看,卡拉斯扣 对,行侠仗义到底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把这孩子从毒大中救出来 这个他不会忘的 虽然这件事已经隔了好久 怎么样,你有什么事要求我吗 安德烈 是,老爷 你说吧,不要怕 听了,卡拉斯扣 我的游侠奇事,老爷 不要保护我 请你永远也不要再来保护我吧 你把我的主人搞了一下 你就自顾自的走了 等你走了以后 我的主人可就把我打苦了 把我打得连做梦也 常常梦见事在挨打 但愿上帝惩罚你这个好心人 跟天底下所有的歧视 哈哈哈哈 我没别的话了 你们的心里 怎么想 就怎么记忆我吧 反正你们 总归记得我 不是当地霍特特拉曼特 上帝保佑 请你们记住 可怜的吉汉诺 阿隆索吉汉诺 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 善人 好 现在 请你们走吧 让我 睡吧 外博 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强迫吉哈诺先生回到家里来 不是为了要他死 是要他跟大家一样的活 可我就是不善于这样生活 别哭了 别哭了大小姐 我也整整地哭了一天了 一天他带我真好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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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先生,您不能丢下我。 谁,是谁在叫我? 是我,都是英雅的德伯署。 谢谢您,小姐,您能在我临死以前跟我梦中相会? 但是,我要求您继续生活下去。 听见吗?您应该服从您的心上人。 可我…… 您很累,是吗? 我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老爷,亲爱的,您不能死,不能。 不能丢下我们,老爷。 您死不得,我的老爷,请您听一听我的劝告,振作起来吧。 害苦您的是谁? 是苦闷。 这个臭东西,您把他轰走吧。 我们一块儿去周游世界,森林草原。 老爷,请您说一句歧视的话,说给我听听吧。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幸运的了。 我们要不断地战斗。 我和你一定要活到,活到美好的时代,正义一定能战胜自私和不公道。 前进,前进,绝不要后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